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舱部分的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细的分色涂装 护目镜部分同样也是非常亮眼的金属色涂装 推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卡布达居然充满智慧的眼神了 与原版相比应该是将底下这一条银色的条温给拉长了 转到侧面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原本应该用贴纸来丰富细节的地方西瓜夹直接做到涂装 这个也直接杜绝掉了玩具的贴纸会因为时间问题撬边或者是发黄的情况 并且西瓜夹为了避免在外侧出现这样的螺丝孔 直接是做到这么一块盖板进行遮羞可以说又是一个加分点 接下来来看到扎勾部分 首先先将这一块给提起然后再整段的给拉长 这边要证明一下我在小时候是没有玩过正版万代出品的这一款卡布达居然 自己有的是一款灵动的 除此之外玩到的都是一些地摊货或者盗版 在我印象当中我以前玩过的所有的能伸出爪子这一块的话 基本的这一条都是塑料原色的灰色 而这一次西瓜做到将银色金属漆涂装在这个爪子根部 可以看到是有这样的齿轮关节的 前段部分也是相同 包括前方的爪子部分 而剧中给我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卡布达居然为了去躲避掉前方道路上的一些汽车 伸出爪子 撑出地面 在空中做了一个翻滚 然后落地的一个帅气场景 而要将抓钩收起的话 首先要将这一块盐根部内推到底 再将前方这一段向下旋转按压 看到这里其实还并没有结束 还有一大亮点是看到这一块 有这么一小条的绝缘条 我们给它拔下来 同时两个脚底板的内侧也是相同 然后我们将它头给拔下来先 可以看到头盔的内侧有这么一个小按钮 按动开关 它的眼睛就这样亮起来了 两条腿部则是要按动后方的这一块开关 好了最后就打开了腿部的灯光 现在我们关掉灯看一下效果 整体把玩下来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看到后方轮子部分 我猜它应该是打入了轴承之类的东西 可以看到我轻轻一推动 就转得相当丝滑 所以基础形态下的卡布达 推车滚动起来也相当的顺畅 我发现的还有一点优化 是相比起前我玩过的一些版本 头领水枪部分 本来内侧应该是有偷胶的 这边西瓜架也做了填补 如果硬要说这款卡布达巨人 在基础形态下有什么小缺点的话 我们可以拿进看 比如说这一块 再到这一块和这一块 整体虽然说分色涂装做的很漂亮 但是漆面表现方面 还是有一些细小的瑕疵 不过这些都在我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现在打开座舱 那可以看到座舱内部 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刻画的 座舱内部的大小 足够让我们放下一个远大的卡布达 好 接下来我们将卡布达巨人进行变形 开启它的超级变化形态 首先拔下它的头盔 然后就是具中一个相当经典的 一个整体的翻身 就拿着腿这样爬开 要注意的是腿部下方这一块 现在有个卡扣需要安插对齐 现在将手臂 沿根部关节向前旋转 再向下推动 扣住 最后将头部从后方整根翻起 然后将头部向前方旋转180度 再向下按压卡住 这样我们的卡布达巨人 就完成了它的超级变化形态 在超级形态下的卡布达巨人 肩膀部分的细节刻画和银色金属漆涂装 也非常的漂亮 拿近看 头雕部分也做了非常精细的细节刻画 而头顶这一块用到的绿色的贴纸 可动部分 头部可以轻微向左向右旋转 但是我们如果将它松脱的话 就可以做到周转 手臂部分连接处是齿轮关节 齿轮声嘎嘎清脆 手臂依旧不能做到平举 但是在大臂这一块增加了平转的关节 同样也是齿轮关节 走步可以向上90度 值得一提的是手腕部分 可以左转 并且也都是这样的齿轮关节 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手指部分 竟然也都是全可动 而且每一段关节也都是齿轮关节 这一部分的改动 可以让它更加紧实的握住它的武器 而继续往下看 手指部分的连接处 居然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角度旋转 同样也是齿轮关节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块特别容易松脱 安装方式也并不难 直接按插回去即可 而腿部就几乎没有任何的可动了 将手臂内侧这一块凸形 对应到头盔后方 这根零件上的凹槽处 就可以完好的结合起来 再用手指将它包裹住 现在将头盔部分向下旋转 随后再加两根水枪向前方旋转 另一侧的武器要安装的是这一把铁铲 在我玩过的别的版本 卡布达巨人当中 所附带到的这一把铁铲 应该都是一把软胶材质的 并且也是有一定偷胶的 这一款除了填补了偷胶之外 是整体改成这样的塑料材质 也是同体的银色金属漆涂装 而且细节刻画也可以看到 在基础形态下 铲子也可以通过背后的凸起 对应到这一块凹槽处给搭载在背后 内侧同样是注意一下涂凹的结合 好了这样卡布达巨人就成功的 搭载上了它所有的武器配件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扣分点 手臂这一块虽然说做了齿轮关节 但是关节力度并不足以 让它撑起整个基础形态的头盔部分 所以这边我会进行一定的角度调整 让这一块直接搭来在腿上 而我们现在翻开内部所附带的说明书 往这边看我们可以发现 原版的头部是可以直接通过这四处卡扣 安插在背上的 而西瓜夹这一款虽然说背后 也有做到这样四颗凸起 但是它挂的并不是特别稳固 轻轻一动就会松脱掉下来 好了那么整体看下来 这一款卡布达巨人的超级形态 大家能给到一个怎样的分数呢 而靠前批次购买的朋友们 应该可以在包装内发现这么一包小零件 这些可以通过拼装来组成一个合同心 零件就是这些 和平行完成冰中之后呢 要记得有两片梯纸是替代这样的位置的 那完成之后的造型啊 我感觉还是非常还原到剧中的 绿色透明件的颜色呢非常的漂亮 整体站在卡布达巨人边上的比例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大象感觉被卡布达巨人握持在手心 也非常的合适 好了那么看完这期视频介绍 可以发现西瓜夹 它确实在这一款卡布达巨人上面下足了功夫 做了非常多的优化和改进 虽然说在漆面上面存在一些小的瑕疵 并且啊这个头盔也不能和好的安插在背面 不过相比起西瓜夹对于原版基础上的优化来说 我认为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目前呢海鲜市场大概是三张半出头的价格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 虽然说变形非常简单 但是我依旧是玩的非常快乐 可能这就是童年滤镜加持吧 好了这就是今天来为大家带来开合分享的 西瓜夹KO出品的卡布达巨人 如果你也想要磨玩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私信 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是海鲜 谢谢你的三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当中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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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吉 speeds 多吉尼加通 多吉表 加真 二师 主转